優異的Yanky Stadium對多輪的藍鳥隊來說 就像是球禁他們的鳥籠 這場比賽之前 他們已經在這裡苦吞了17連敗 上次贏球得追溯到2012年的8月29號了 事實上班 先來看看精彩的美技手臂 楊棘中外手 Chicoby Asbury這個行進間的diving catch 硬是沒收掉的Coby Rossmas 可能落地形成的長打 Nice play 慢動作畫面重播 可以看到 這個落地如果稍微厚到一點 肯定是牙齒都要掉個幾顆了 幫助場上的金柯玉璃 好的防守往往可以帶動攻勢 4局下半 Royne Marken這球大棒一揮 又挽眼方向 還在飛 還在飛我的Mamma Mia 兩本打臉的Cherina 楊棘球場果真是左打者的天堂無誤 Royne Marken本機的第11轟 也幫助楊棘隊首開記錄 只是目前在美林東區 還幫助競爭力的藍鳥隊 不想再當球鳥啦 5局上半過去也曾是 台灣軍團議員的 牛奶小弟Melky Cabrera 這個沿著三壘邊線的 恰包兵安打一路滾到了 拳打牆邊 左手Break Garner儘管在第一時間 將球回傳 不過原本在一臉上的 快腿Jose Rias已經快媽加邊 一口氣連尻了三個臉包 回來攻下分數 也幫助藍鳥隊打破了雅內 而且這個半局的攻勢 還沒有結束了 之後Mamma Mia的情況之下 靠著Tolescent高飛犧牲打 一直將比數給追平 兩棘隊先發動手Capuno 六局投球丟掉兩分 無關勝敗 七局換上了中繼投球上場 楊姬就要出事了囉 蠻雷的局面 Dane Johnson 打到球時下圓形成了內野飛球 眼看這個半局就要結束啦 但是沒有想到 三個和尚沒誰喝 球在二壘手Brian Roberts面前落地 形成了不規則彈跳 撿到球時想再傳 以及來不及囉 Everybody safe 你過去已經忘記了 這鳥鳥安到底是誰打的 Dane Johnson 糊不重要 他用棒子腰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不是只靠運氣 球隊上半 這石破天津的三門爆 讓前座陽氣球場瞬間是鴨雀無聲 在他單場包辦四門打臉的帶領之下 難道隊最終是以6比2獲勝 總算終止了在Yankee Stadium的17連敗 兩支球隊在美聯東區已經沒有勝場差 目前是暫時並列第二